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裴永俊已经从一人转型为商人,最近被韩国国税局盯上。 取材自Instagram48岁裴永俊,但出银光幕多年。 近日遭报被韩国国税局盯上,正严查他的股票交易等税务账款。 已经被彻查的SM娱乐被发现税单申报不实,直接挨罚超过10亿,韩币,夏同。 裴永俊先前是经纪公司Teast的老板兼最大股东。 公司旗下众多知名艺人,包括金秀贤、朴旭俊、朱志勋等男神。 裴永俊从演员转型成演艺圈操盘手,退居幕后鲜少露面,但他赚钱的脚步并未停歇。 2018年将持有的Teast 25.12%股份,卖给SM娱乐老板李秀满,大赚500亿元。 裴永俊商业头脑动得快,靠着转手股票获利超过5倍,同时也成为SM娱乐的大股东之一。 双方强强联手,扩张事业版图。 不过韩国国税局本月起大动作,进行税务清查,将李秀满和裴永俊列为重点调查对象。 要查看当初他们在转让股票过程中,是否都符合法规。 因为寒流的全球,西津风潮,大型娱乐公司海内外,收入都相当惊人,对于如何结税,自然煞费苦心。 国税局已先追讨SM娱乐202亿元税金,现在又针对不实税单开罚,杀鸡紧猴,意味明显。 不过SM娱乐并非第一次被查税,李秀满已聘专人应对。 老神在在表示,我们会诚实面对。 国税局去年10月,就开始调查SM娱乐的财务。 花了近5个月,才追讨回巨额税款。 And,他走了他走了。 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 。